熔煙不斷的竄出幾乎遮蔽了天空 整條馬路煙霧瀰漫 身手不見五指 能見督幾乎不到20公尺 那麼火勢越來越大 根據了解這間火鍋店兩年前 才花費不少錢重新裝潢 但是一把火石的火鍋店 複製一具 就連火場對面的餐廳裡面 也被農煙灌進 整個室內都是煙 緊急啟動消防排煙 而隔壁的另一間燒烤店人員 也趕緊撤離 這一間大型連鎖的火鍋店間 清晨四點左右 廚房冒出了黑煙 消防隊貨包到場 很快的控制了火勢 沒有想到上午警消 前往進行火場調查 才一撬開裝潢 發現裡頭還有火源 死灰覆燃 火警結束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火災調查 那我們火災調查人員 去到現場以後 那發現部分裝潢的部分 還在冒煙 那我們的火調人員 就去試著要把它給滅回 那我們在過程中 在火調過程中 因為天氣也悶熱 然後在可能新鮮的空氣 在接觸原來就燃燒的 部分面積 然後才會造成整個裝潢的慢流 多輛的消防車前往灌救 還動用到了雲梯車 從高空噴水 而占地超過200坪的 枕洞建築物市 瞬間陷入了火海現場 濃煙四串 幸好沒有人員受困 而起火原因以及損失 仍需進一步調查 跟 we下 加油 進來 吉他 特別議員 Gud 給了 Sap 金